新闻首先带来关心2012总统大选 在选前一百多天 国民党总统参选马英九 今天成立中部竞选办公室 马英九的副手吴敦毅也一同出席 国民党中章投的立委参选人也全员到齐 针对民进党强烈质疑 马英九四年前参选总统时 开出的633证件跳票 马英九也借机大力澄清 马屋中部竞选办公室上午成立 国民党中部现实立委参选人全员到齐 凝聚大团结气势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针对对手质疑他四年前 竞选证件633跳票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一上台 就回应对手的质疑 633的证件 有一个三是在八年内 达到国民所的三万美金 这个不可能在八年不到的时候达到 有一年半六季的时间 我们的经济成长是超过6%的 关于失业率降到3% 当然现在还没有达到 但是我们绝对会全力以赴 而针对民进党批评马英九老拿米酒降价当政绩 马英九表示这是重要的民生大事 一家消耗酒瓶 这不是小事 民进党明明做不到 能力不够 还说你这个米酒总统都没有什么好证件 这回台米酒 各位他连米酒都没有办法解决 你还能期待他做什么对不对啊 马云中部竞选办公室成立一波三折 先是遇上台风又遇上中秋廉价 顺延了两次 蓝绿都喊出决战中台湾 就台中县在地势力红黑两派能否整合是关键 马英九亲自邀请黑白大佬陈根金出席 做足了面子 马英九亲自邀请我来 表示我们有地方都很和谐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派系 这边是整合成功了吗 那个我还不晓得 你表态的算是整合成功了吗 应该可以真的 好了好了 决战中台湾 大台中地区选情 派系的分合左右着选举最后结果 随着红派从中央的撩撩椅到地方的许中雄 都站上重要位置 红黑派系势力出现失衡 总统和并立委选举这一让 来赢地方派系人士 也把它视为是红黑派系政治实力消长的分水岭 接下来就来时节台中报道